各位問迷朋友好 又是我Candy 雷文 和大家吃一下馬場花生 看看有沒有騎鍊和拼咪 和大家速報速報 講到2月21日 都叫做大賽日 所以很多場次 都是勢軍力敵的場次 相信賽事一定是很精彩 至於投注方面 相信會很緊湊 講到大賽 未講這些先講台務 雷文的頻道 是一個小本經營的頻道 付出雷文的時間 心機 做好一些片 希望可以提供到一些實用的賽馬資訊 亦都可以帶給大家一些娛樂的感覺 希望各位可以支持 儘量較快速度 節省時間可以聽完花生片 另外見到有廣告 拍檔檔點擊 看看廣告有沒有吸引力 亦都可以曲線支持雷文的頻道 另外可以考慮一下 加入小弟的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另外片右手邊 有PayPal 71的二維碼 和轉數快 都可以實質行動 對雷文的支持 講到2月21日大賽日 這一場的花旗銀行 花旗銀行香港紀念杯一級賽 這支金槍60 就要跑過2000米 上季打比也跑過2000米 不過贏就贏得驚險些 亦都贏了同場 今天會一起跑的幸福掌聲 當日他是擊敗幸福掌聲 和幸福笑容 相信第七場一級賽 當然惹人觸目的是 金槍60 火拼告東尼三級賽區 包括有長途馬王的時時精彩 告東尼的轉倉馬 一向都不留守 其中一隻叫做添滿2 另外曾經爆過懶的馬克羅斯 這三隻都是長途街區 對著一隻只贏了一場 四歲賽2000米的金槍60 這支金槍今次要面對這三隻 告東尼長途連長賽區 相信都惹來很多馬迷的討論 既然是這樣 不如聽聽我們的雷神 怎麼說他今天會騎這隻 添滿2 講回這隻添滿2 其實上季季初 在羅庫泉馬房 就好像一籌莫展 然後轉去告東尼馬房 上季四場轉倉 全部都入四格以內 雖然交不到頭馬 在一級賽 二級賽 三級賽 都能夠拿到二、三、四 這樣回來的 今季季初跑一場二級賽 第一場1600米 可能是熱身階段 當日由梁家進拆騎 只能夠跑過第十一名 下一次一轉去1800米 再加上由雷神搭檔 已經贏了個幾馬位回來 再拉去2000米的二級賽 即是兩場配雷神的二級賽 三級賽 都能夠贏馬而回 接著就要挑戰到一級賽 即是今天的一級賽 亦都是2000米的陶程 都是配著雷神 跑過第五 上次也是搭著雷神 也跑過第三 即是今季除了熱身那場 是拿到兩個第一 一個第三 一個第五回來的 至於那場拿第五的一級賽 純粹都是因為 你要對著外隊 樸素無華 勝出光彩 變魔術 野田幽進 這些這樣的馬 其實在香港馬裏 他是跑得最好的一隻 跑第五 今次雷神右火拍著這隻 跟他好像OK膠癡 一堆的 滿意這隻賽區身上 不如聽聽我們雷神怎麼說這隻 天滿意 雷神希望這隻天滿意 可以再贏這個比賽 他說希望可以終止到 金槍六十十二連節 即是差十三連節 雷神這麼大口氣 當然啦 我們是神級騎士 精彩的時候 他說今次這個任務 真是很艱鉅 不是不可能的任務 只不過是艱鉅一點 不是mission impossible 雷神就認為 金槍六十就是本地馬壇 最強的街區 他說最少現在就是 那跑完是不是 21號那天 他說最少現在就是 他說 沒有說哪一個永遠可以保持不敗 那裏建威之前 曾經都打過咪 他說馬始終都有下來的一天 那裏建威說 我的責任 就是盡量去延遲這一天的發生 強如精英大師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用的理程也越來越多 這是一個自然的生理反應 上當年 雷文十八歲的時候 亦都是坑坑聲的 講開又講 他說 沒有說哪一個可以保持不敗 說不定金仔 天滿爾 就已經有機會去打倒這支 金槍六十 口氣會不會大了一些 雷神 雷神 搏咪又再講 他說天滿爾 其實狀態是好用的 他說上一場 其實已經是跑得相當之好 他對金匠天滿爾 繼續由他去拆棋 其實出賽這一場賽事 是信心十足的 這個二千米一級賽的香港金杯 雷神的天滿爾 就是三匹高東來的賽區之一 其實上季雷神都爆過那隻馬克羅斯 至於時時精彩 就和潘盾找OK膠癡 所以其實他要騎馬克羅斯 相信也不是問題 他說他今次對這支 天滿爾信心十足 為什麼呢? 他說這支賽區 落到場之後 總是會交到他自己最佳的表現 雷神曾經為慶這個香港金杯 包括騎馬克羅斯 威爾頓 和軍事出擊 都可以獲得金杯 他現在歷爭第四次揚威這個賽事 潘盾時時精彩 潘盾那隻家應之星 其實對上三季美麗全城 都是獲得那一級賽的賽事 潘盾可不可以憑著家應之星 第四次立的賽事 雷神也希望可以在第四代摘下這個 一級賽香港金杯 雷神就說 他說可以贏到香港金杯 當然是好 有什麼好 他說那些獎金 認真夠豐厚 各位打工仔 大家便 belie 先想一想 人家跑場馬獎金 不要算桌底那些 portions算桌底那些 子ичего不善 鏈盾 的那些 人家一場籌碼就獎金很豐厚 他說這一項賽事是一個焦點 馬迷都很喜歡 不知有沒有問我 如果你問我我就一般 他說有不少頂級街區去角逐香港金杯 他說金槍60是其中一匹頂級街區 雷神又很大口氣 說不定這場可以倒閉這支金槍60 相信各位馬迷都很期待 21日可以看到這一場這麼精彩的賽事 焦點的題目就是 金槍60火拼一連串的長途 上了年多 不是說上了年多 年長的長途有實力的馬匹 看看這一支現在踏入大勇的金槍60 在長途賽事能不能夠 挑戰一中馬匹 至於這一場的賽事 說真的 有一隻龍骨飛羊轉到呂建威上場 都交到一個很不錯的時間 雷建威一頭一尾都一對 方家柏和瀋雜誠那兩匹 可能稍微讓別人看低一點 但都很難說 時事有餘上場 在蘇冥倫的跨下 就認真令人失望 幸福掌聲沒有用到上季走掉金槍60的洩恩 而用到瀋雜誠今季和巴道合作好好的巴道 這場相信是一場好觸目的賽事 看看雷神是否真的可以 憑著天滿意高東尼轉倉 不留守的馬 出三隻三打二的情況 有些什麼賽果跑出來